哈囉 Light Today獨家私訊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戴玲 這什麼題目啦 我自己爆料了 我可以爆XXX 格發 我追過一次 追過一次就是孔流 看到她本人的時候 整個就是 我同事故意哭 那有什麼樣的少女性爆發 少女性爆發就是孔流 像我自己在家 我自己爆料了 自己在家也有孔流的暴震 找到自己的強暴 就是陪我睡覺 所以提到她就 有看到你的眼神嗎 這是少女性爆發 有一次做男性大男的賣相嗎 我覺得有一次在坐高鐵的時候 一看到我就是 想要衝過來抱我 Lady I need you 其實這幾年已經常常聽到 這句話了 我的回應都是說 我只能說 我朋友夜光 滿多的耶 像Adele啊 Pink Rohana 王菲 就是我結婚生小孩啊 我想說 雖然我已經28歲了 你為這才藝的小孩啊 你為這才藝的小孩啊 你也為這才藝的小孩啊 不會 不會這麼想不開 5.19 旁邊折迫 聽到耳子太簡單了 鏡頭前的你也會吧 就千年之列 海鳳一直全連著沙 你卻錯過我的年華 就跟你倆句了 不該在這個時候想你 可是我心不順不義 不該有了 農裝搖滾 不該在這個時候想你 可是我心不如我愛 心梅姐的歌 也是我們原住民的主打歌之一 丟掉她的牙膏 丟掉她的牙膏 如果不合可惡是你想要 她是跳澡的第一張 踢手單曲 自己的歌還猜不到的話 她真的就是砍透了 但是我現在聽說假裝不想 假裝嗎 喔好 我真的不會 一個人崩潰 就不是在敗 聽到要是說不會的話 我覺得我妹也會生氣 因為這是我妹 黃麗玲 阿麗的歌 失戀無罪 一個人崩潰 不是在犯罪 哇嗚嗚嗚 有沒有 姐愛你 有你再回憶 就是我的新歌 讓人意的回憶 便開始老去 而我願意 與你從老去 我的新歌 瑪格麗特 我真的不會 你會選講歌或或是 MTV點點過癮 兩個都很重要 真的很平穩耶 我想應該會選 一個進曲歌後 因為覺得 那個就是一個 大家對你的努力的肯定吧 複歌破音 複歌破音 跳敗到 當然是複歌破音不行啊 因為對我來說 唱歌還是最重要的 半島的話 再爬起來就好 不主動告白 就是讓對方主動告白 就是讓對方主動告白 當然是要讓對方主動告白吧 讓我可以 我再講一下 直接抱他 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自己一直爆料的 我剛出道當新人的時候 有一首歌叫PASSION 製作人是麗虹 進路易師這樣 他會想說 哇 好帥喔 然後又有才華 然後我就 那當時就跟我的主管說 我可以 泡麗虹歌嗎 然後他還沒有說好 我就走過去抱他 來成清唱的演唱會 或是哪有歡呼聲的一首歌 這什麼題目啦 我不能沒有歡呼聲 清唱我覺得很有趣啊 可以挑戰 你會想參加戀愛實境秀 或是生成主演秀 兩個都想參加耶 因為我覺得戀愛實境秀 搞不好就會像喬兒一樣 找到另一半 但是生成呢 我也覺得很酷 啊 邊生成實境秀 騙台戀愛 這個不錯耶 我真的覺得 我是不是很聰明 開始喔 這是誰這片是誰 戴愛你 大型演唱會 大型演唱會 戴愛玲故事的故事 循環演唱會 在7月15號 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為了演唱會呢 我是一個很愛運動的 現在更是早晚都運動 就是希望在演唱會當中 不管是視覺上 要多露也多露 就是美麗的服裝 然後我們的舞台 燈光造型 然後我們很厲害的樂團老師 我會帶來很多經典歌 大家一定會聽到 我能說的就是 有露胸啊 有露腰啊 有露腹啊 有露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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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露腿啊 我目前有決定到的衣服 有一兩套是真的 我自己這樣說 我就有點不好意思耶 就很像 女神下白 感想就是非常的舒服 自在輕鬆愉快 我幾乎誰有問必答 自己還會爆料 希望大家今天看到我 聽到我說的這些 能夠覺得很有趣 也要來支持我的演唱會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射